嘩,這次這麼美,被人欺騙到底 我現在等你呀,等你呀,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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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為何都是莫女喜歡的 問世間,情懷學問,直教生死相許 先生呀,我可不可以要你電話呀? 電話?直接行街看戲吃飯呀 行街看什麼戲吃什麼飯呀? 田安心出行呀 行呀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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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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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要被人家 問世間 哈 這些事,狗見到也不會去 跟MISS是她為民除外先啊 和我大春中環這個授騙計這麼多年 可以拿不到的 那電話還有一個字 這麼晚我到船拋頭露面了 又開得了 都是尼濟口 紙巾呢? 紙巾呢? 好啊 算了這貨錢吧 但這個時候 這張紙走出來 難道它是真的? 但是 它只有七個電話號碼 難道它打漏了? 讓我再加上去 先看看 加在前面還是後面呢? 隨便吧 咦!真是痛啊! 真是世界上最聰明的男人 喂? 你好,這裡是羅夫救星 請問給客戶到你 你好 咦? 聽你的聲音 應該是想找人陪你過白色情人節 那你也知道的 嘩! 你們真是很了解客人的需要 感謝你啊 那不難陪你拜登嗎? 不要玩啊 又是你啊 大生 上次的女人不行嗎? 行了 不要煩了 推薦新Clan給你 靚三不靚哥靚早餐 保證找到女人陪你 在白色情人節那天吃早餐 拍一段自我介紹的宣傳片 每六秒六毫 收費不太貴 很簡單 大生 你待會選一個 你覺得最出色 最喜歡的偶像 啊! 達叔啊! 我從小到大 都覺得 達叔 是我心目中 最出色的男人 達叔是嗎? 你看 看 選擇造型? 不是自我介紹嗎? 選擇造型嗎? 你說達叔 是全世界最出色的男人 看吧 選擇造型吧 嘩! 大熱天時 穿皮褲 生熱髮 還要拿槍 射青人就不好 好啊! 這個頭髮很長 好啊! 好啊! 咸蛋超人 那隻咸蛋在眼上 很醃眼而已 即是呢 選了那麼久 選了沒有呢? 這麼多事情想的嗎? 就這個吧 別想太多 3 2 1 女神大人敬啟者 小弟摩摩春 行年十七 還是A0 行好心術上算良靜 恨求女神收我做兵 等我在情人節那天 有日女旁身 行酒相場 曹你 曹強扶啊! 不是 曹強扶揚 為女神服務 為女神捐贈 為女神愛女神 愛神萬歲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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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這麼漂亮 被人騙也值得 蛤? 甚麼被人騙 沒有… 我說自己是 世界上最幸運的男人 又有得陪吃早餐 裝了白色成人的禮物 禮物? 甚麼禮物? 你真是懂得開玩笑 但你笑得很漂亮 那我們去哪裏好啊 野智剛剛 好 你看看 我親手做了公仔麵給你吃 這個怎麼看都是茶餐廳的出品 啊! 你家一定是開茶餐廳的 你做到這麼像茶餐廳 是啊 說笑而已 怎麼看都像是茶餐廳 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真是風趣 哈哈哈哈 你要不要試一口 我甚麼? 剛才叫你吃的 你又不回答我? 那我吃包了 待會有甚麼要做 看戲啊 我有很多票 我連IMAS散鏡也帶來了 是呀 阿先生整條戲院都收拾了 是嗎? 那看Netflix也可以 那我去逛街吧 走吧 我每一杯都滿足 我找找到別人的 哪一杯都滿足 我收拾了 這位一目都滿足 我找到一口 我找到那個人 我去看看 哪一杯都滿足 展規的卡呢? 有有有有 很感謝你今天陪我 雖然只有兩個小時 但是我已經很滿足了 話說回來 你是不是會有禮物送給我? 我呢 我想說 你二月十四都沒有送給我 是否給我怎樣回禮給你? 蛤? 那我二月十四都沒認識來 但是我怎樣送給你 那你檢討一下 你不可以早點認識我的 知不知道感情是要培養的 真的對你很失望 那我怎麼辦? 我現在是跟你說 你快點計劃明年二月十四吧 蛤? 我們又早點優惠了 你現在買定 爆來明年三月十四有著落 我現在等你呀 等你等你 喂 你好 羅夫救星 請問你幫我來? 喂 又是我呀 咦? 大山 喂 你好呀 上次你們的白色情人節之約怎樣? 為甚麼? 為甚麼出到來 甚麼都是我給了 又說有回禮 最後都沒有的 大山 正常來說 確實白色情人節是真的會利用的 不過那天也是第一次見別人 對吧? 你付出多一點是正常的 即是這樣 你不如考慮一下 現在就買定明年二月十四情人節的套餐 到時去到白色情人節 別人就會回禮給你 真的嗎? 那我現在立即告訴你 咦? 這次又是騙那個肥仔了? 是啊 你真是聰明了 坦白說一句 年中我騙一千幾百人不在乎客 偏偏他一個這麼有表演 我這麼喜歡上鏡 唯有將他的故事給你看 不是怎樣 要不然應該又說 我們香港騙徒的工作不認真的 但是你每次都是用感情方向去騙他 有沒有別的這些? 即是問心一句 就是這麼簡單的 他都上當 不明他打科興 那你覺得他打科興會不會死呢? 不如你問一句 你覺得打不進嗎? 他這麼厚肉 不鮮 他死了你就沒有生意了 此言差異 如果他死了 你永遠不直覺還有這個